在哪儿 你对我来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婆 她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这么严重啊 没事 没事 我先进去看一下啊 好 怎么样 什么情况 病人家属 身份中前发现病人昏厥 我已经做了紧急处理 不过情况不是很乐观的 喂 张医生 我下午送去的 五十八重的单子做好了吗 好 谢谢你啊 你去检验科 把五十八重的化验单取回来 快 快去 怎么了 何医生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检验科拿化验单 好 何医生 病人不像普通的产入感染 所以我也没敢冒然用药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产妇临产前几天有过性行为 肯定是格莱氏阴性感菌 引起的败血症 现在就等检验结果出来了 五十八重的报告单 好 好 这是两份吗 五十八份都在这儿呢 谢谢 报告单出来了 怎么样 能确诊吗 好 不可能啊 怎么了 血液细菌培养是阴性 骨髓细菌培养也是阴性 不是败血症 好 不可能啊 病人所有的症状都指向是败血症 我的化验单呢 什么 病人有情况 朱医生 怎么办呢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明明她的一切症状都指向是败血症啊 小周人怎么还不来啊 我这血图片呢 血图片 没有 五十八床就那两张单子 不可能 我明明做了血图片的化验 没有 我取报告的时候刻意问过 这样 你去检验课再给我查一下 快点啊 好 快点啊 何医生 你到底要测什么 病人反复发烧 带量出汗 出汗后体温立即下降 用了多种的抗生素都无效 这就是典型的瘧疾症状 好 可是 可是那潜伏期怎么会那么长啊 我查过了 特殊的情况下 瘧疾的潜伏期是八到十四个月 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 五十八床单子确定都给我了吗 等一下啊 喂 什么情况 我核实过了 检验科确实没有收到五十八床的血图片单子 什么 怎么样了 何医生 这血图片检查还做吗 做 不可能啊 我明明做了检测 我的单子找不到了 如果现在再要检测的话 也要几个小时 如果真是瘧疾 病人很有可能因为延误 而出现生命危险 不行 来不及了 再做一次 什么 现在抽血做血图片 周医生 何医生 送检验科 派出我去吧 检验科那边我熟 我让他们加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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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医生 帮我做个血图片加急的 怎么回事啊 怀疑是瘧疾 快点啊 马上马上马上 这个要先做血常规 还得多久啊 张医生 稍等一下 小主任 收下情况吧 产妇有产权性行为 朱医生怀疑是败血症 可是血液和骨髓的细菌培养 都是阴性 现在怀疑是瘧疾 血图片 朱医生已跟送到检验科了 血图片 对 太慢了吧 为什么不用瘧疑虫 将军检测卡 我之前问过了 他们说没有 禁户要等三天 我去联系一下专科医院 看能不能支援 你们也做好准备 如果真的是瘧疾 病人和孩子都要转院 是 好 我知道了 郭院长啊 我是曲静明啊 我们医院有个产妇啊 疑似瘧疾疾病情比较危重 你看你能不能帮忙 支援一下 孽然虫交进检测卡啊 婴儿也要检测的 太好了 对对对 就用救护车送过来 赵蝙疾疾病人 大家都感觉不快 你也不难关心啊 我里只能拒绝了 真的假认灭人 那我没有救护车送直到球 稍等一下 好 顺着我的方向 等工作过后 你要抓紧时间休息 不要紧张 再来一次 救命啊 佳哥 是吧 儿子 恭喜吧 太棒了 谢谢啊 要谢谢你老婆吧 真棒 谢谢 尽量快点啊 好 好 我是 好 谢谢 这屋车到了 我去门口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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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要多长时间啊 大约十到十五分钟 如果形成红色反应线 就说明是阳性 还有个音论是吧 对 跟我来 好 计时 大约十到六分钟 大约十到六分钟 别着急 借给我出来了吗 应该很快 我老婆 有生命危险吗 何医生 我知道 你是不会骗我的 你会告诉我真实情况的 对吗 两种可能都会有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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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孩子呢 孩子还有希望吗 我们会敬你的 我们会敬你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不能忍输 勇敢地活下来 我和你妈妈是那么的爱你 我们在一起 你 以后 一定还会有很多美好的时光 心草 无处 坚持住 活下来 你 一定要活下来 一定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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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久 还有八分钟 张医生 好 我看应该还差不多了吧 快了 再上等一下 终于找到你了 怎么样 放心吧 很快搞定 好了 先来 回头进去吧 知道了 有了 有了 小主任 小主任 诊断结果出来了 是瘧疾 是瘧疾 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瘧疾 来 太好了 终于确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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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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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帮帮帮 再见了 胡大夫 我老婆 有什么危险吗 那孩子呢 孩子还有希望吗 梁中可能都会有吧 我觉得五十八长发烧它另有文印 总要给发烧找到它的解释吧 某位医生给产妇做了测切导致产入感染 然后还找别的理由 就是想逃避责任感染 我没有逃避责任 我就想查明发烧的真正原因 何医生 真正原因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雪图片化验单 没有 五十八床就那两张单子 不可能 我明明做了雪图片的化验 如果真神瘧疾 病人很有可能因为炎目 而出现生命危险 不可能 检查机又出来了 是瘧剑 是的 我 怎么了 何医生 你睡了吗 没有 等一下啊 怎么了 何医生 我 我有事想跟你说 说吧 到底什么事啊 你倒是说呀 你的那张化验单 是我扔掉的 我 何医生 这件事都怪我 是我小心眼 我心胸太狭窄了 对不起 你别这么说 也怪我自己 我当时跟你生个哪门子气啊 我要是把那些情况全都告诉你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可是 我差点出大事了 我真的很难想象 刚才要是你不在 我 我就完了 你已经尽力了 那 那你原谅我吗 你 我没生你的气 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 好吗 好 好 谢谢 开会了 来 朱医生呢 来了 坐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由于我们第一产科确诊及时 转院迅速 五十八床和他的新生儿 已经脱离危险了 说实话 前夫妻这么长的瘧疾 我也是第一次碰见 恶性瘧疾 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误诊 跟大家分享一个两年前的病例 有一个女工程师从非洲出差回来 病发之后 先后被两家医院误诊为上呼吸道感染 以及急性咽喉炎 耽误了一百四十四个小时 才确诊为恶性瘧疾 但是很不幸的 还是因为恶性瘧疾 所引发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我刚刚说的这个病例 恰恰反映出这一次 我们第一产科确诊及时 是多么地意义重大 这个经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跟分享 所以我想请朱医生跟大家说一下 你是怎么想到瘧疾的 朱医生 我 那我就简单说一说吧 正好 你过来 干吗 你不这样我干吗 你干什么呀你 我问你 五十八床的诊断 怎么称你的了 五十八床是我的病人 当然是我做诊断了 怎么了 明明是何医生先想到的 你说什么呢 你们昨天争执的时候 你在嘲笑的 忘了 而且我亲眼看见她在资料室里 查虐气的资料 那又怎么了 很多诊断都是在最后一分钟 才确定的 再说了 何医生只是猜测 病人是因为我做的血图片 才最终确诊的 你当我傻呀 你这是剽窃别人的成果 你知不知道 剽窃个屁呀 我说赵新啊 你行啊你啊 他才来几天呢 你就跟他一个鼻孔出气了 变得够快的你 解解解解 别来这个啊 我是在提醒你 不要为了虚荣而去撒谎 赵小夕你 赵小夕你 你 你 你给我给我撒谎你 谁撒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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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听了是不是 钟颜逆眼 别人我还不爱说呢 你讨厌你 你讨厌你 讨厌你 讨厌 大家都回忆一下 有谁接触过五十八床 在护理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皮肤破损 如果有 必须去做检查 这也太危险了 我还给他说过业呢 幸亏朱医生发现得早 不然一点防护心理都没有 朱医生 你说五十八床 瘧疾是朱医生发现的 对啊 我刚听护长说的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先去忙吧 好 护士长 护士长 不对啊 这五十八床的瘧疾 应该是何医生 给做的诊断啊 贴什么呐 你这贴给肖主任看的 还是给别人家属看的呀 谁爱看就给谁看 我这是护士站 不是共识栏啊 有意见找肖主任提借啊 哎哎哎 老不说你们呢 竟管哪儿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事一点都不抓 就你牢骚多 医生的职责就是明确诊断病情 五十八床 你们就玩了个大乌龙 什么意思啊 忙你们的去 护士跟我说 昨天下午何医生就怀疑是瘧疾 真的 还真的呢 你们这些当主任的 倒长点脑子 没事贴贴有什么用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 别给我撕了呀 肖主任 那 呜 魏主任找您 来 小朋友接住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谢谢爷爷姐姐 去吧 何医生 夏主任 哎 能跟你聊聊吗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您是不是在 朱医生 得知结果之前 就已经确诊五十八床 得的是瘧疾 其实你不说也无所谓 这个问题 故事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如果你是顾虑跟 朱医生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小主任 我是这样想的 在任何一个病人 得到确诊之前 医生们也会交流 会探讨 这个很正常 最重要的是 他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诊断 这中间 不管谁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都已经不重要了 您觉着呢 爸 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为什么呀 为我之前对你做的 没一件事情 你好 作为哪儿在呢 在哪儿在办公室呢 好 谢谢 这么大的事都能演员 不就是因为这个萧主任的背后 有一层这个曲院长的关系吗 现在院里正在加强医疗管理方面的力度 孙院长在质量管理方面的严厉 那是出了名的 在孙院长看来 那没有证据的传闻可就是诽谤啊 请进 好 好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好好好 接到通知了吧 病历研讨会啊 这可是没有先例的啊 王院长太给力了 该走我们面子 这有什么呀 除了萧成的介入手术 外科不是也有两例要上报部理吗 那不一样的 外科手术 跟我们产科上介入怎么比啊 你想想看 产科上介入 那不是把他们外科的活给抢了吗 快点快点 给萧成打电话 让他在会上配合点 别脑子不转弯 到时候说漏嘴把你给卖了 给他打电话 今天怎么这么兴奋啊 打鸡血了你 我跟你说的那笔八百万赞助 谈成了 给他 快打 给我喝点水 病历讨论会 是啊 院领导和各科的主人都参加 到时候可能让你介绍一下情况 你到时候呢 就严谨医改 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手术的情况 其余的就交给我 明白吗 魏主任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可我一会儿还有手术 可以不去吗 你这叫什么话呀 主角不来 能叫什么讨论会呢 我告诉你啊 机会难得 你一定要表现出你的实力来 一定要表现出你带给我们第一产科 以至于整个副产科的这种生命力 明白吗 我知道了 都来了啊 很高兴 大伙能来参加这个会 孙院长建议 咱们就这次上报卫生部的几个手术案例 开一个座谈会 以示重视 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 大家也可以 从业务层面互通有无 彼此交流一下 孙院长还没来 借这个机会啊 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咱们妇科主任游盛美教授 刚刚为咱们医院拉到了一笔八百万的 专项科研赞助 大家都知道游主任主持的妇科肿瘤 把相给药 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科研项目 可是呢 由于资金的原因 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也说明 我向上边要钱的本事不行嘛 徐元长啊 你们妇产科真是卧虎藏路 可以说是强将手下吴若兵 不对啊 不对 是强率手下吴若将 你们应该知道啊 游主任这八百万 能让我睡多少个安稳觉啊 谢谢领导夸奖 我一定不负众望 家人们还不负众望 是强山的 客户 你不负众望 你不负众望 我得不负众望 你不负众望 你不负众望 我负众望 你不负众望 下面由孙院长主持讨论会 林医生 你看到萧主任了吗 那魏主任呢 没看到 行得怪了这两个主任 怎么都不在呀 我这单子还招你等着签字呢 你再稍等一会儿吧 萧主任和魏主任上楼 开一个重大会议去 什么重大会议 放在大家面前的是本季度 我院上报卫生部的手术教案 其中包括副场科一例介入手术 和外科的两例器官移植手术 第一个病例 是第一场科的 刹内动脉酸腮手术 根据教案介绍 这是产科第一次采用 放射介入技术治疗产科大出血 手术效果良好 保全了患者的子宫 然而 让我很遗憾地获知 事实并非如此 在讨论这个案例之前 我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位 与这个病例密切相关的医生 申请 明镜需要您的体会 解决 迢 sociale 这是谁啊 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何金 是第一产科的精修医生 其实 教案中所提到的这个 恰内动脉酸塞手术 并没有起到彻底止血的作用 真正止住大出血 救下产妇此功德 是这位何医生 何医生 何医生 我刚才所说的是事实吗 你不要有顾虑 只要说是 或者不是 是不是 你还记得生命里 遇到的人吗 那些或卸手或擦肩 有缘人啊 你还记得青春里 走过的路吗 那些或快进或停留 的人生呢 你还记得爱情里 经过的人吗 那些或清晰或模糊 的有情人啊 我们曾经是生发起的那个家 那些被挥霍被遗忘的瞬间啊 许多年过之后 站在熟悉的路口 被世界的打手 推到回忆的尽头 青春没有新酒 站在往事的背后 爱情隔世很久 一直沉碎在身旁 你还记得爱情里 经过的人吗 那些或清晰或模糊 有情人啊 我们曾坚持成放弃 的那个家 那些被挥霍被遗忘的瞬间啊 许多年过之后 站在熟悉的路口 被世界的打手 推到回忆的尽头 青春没有新酒 站在往事的背后 爱情隔世很久 爱情隔世很久 你之间摧残 先走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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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